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首先我们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在8月22号在济南出庭受审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 薄熙来的罪名是受贿 贪污和滥用职权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将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在法庭上和她的丈夫薄熙来当庭对治 华尔街日报说 与薄熙来律师和家庭成员有关的人士表示 薄熙来对谷开来将提供对其不利的指证十分生气 并且威胁说如果谷开来不采用书面形式 而是出庭或者通过视频指证 才将打断审判程序 并要求与谷开来离婚 美国联邦当局取动对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 摩根大通公司的调查 以查清这个公司是否聘用中国高官的子女 来帮助其获得诱人的生意 纽约时报星期六晚援引政府秘密文件报道说 其中一个案子是中国前银行监管者 现任国营光大集团主席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 不过报道也说政府文件没有暗示 所聘员工是不符合资格或者是帮助确保其公司业务 报道说摩根大通还没有被指控有任何不良的行为 埃及伊斯兰抗议者呼吁星期天举行新一轮的示威抗议 此前一天 安全部队强行结束了 与抗议者在开落一个清真寺内的紧张对支 下面是威威卫视的报道 星期天清晨在抗议中严重受损的 拉美西斯广场法特赫清真寺附近戒备森严 一天前一名军方调解人员说服一些抗议者 在军人占领之前离开这座清真寺 星期六被推翻的摩尔西总统的许多支持者 在星期五血腥的愤怒日暴力冲突后 在这座清真寺里面藏身 法特赫清真寺被控让一些人质疑 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支持者采用的策略 穆罕默德说 穆斯林兄弟会不对 他们毁坏了一切 他们毁坏了属于真主的清真寺 这是不对的 以这种方式对待真主所在地是不对的 但愿真主保卫埃及的年轻人和埃及军队 埃及临时政府指责 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挑起暴力 埃及国家新闻机构说 大约250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 因最近的动荡而受到调查 埃及总理贝普拉维说 不会同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和解 不会同拿起武器反对国家 反对埃及人民的任何人和解 不会同践踏法律的人和解 贝普拉维表示 他在考虑解散穆斯林兄弟会 但是临时总统的发言人说 政府愿意在一些先决条件下 同各派政治力量合作 埃及临时总统穆尔西的政治顾问 穆斯塔法说 我们愿意并且欢迎 埃及各个政党派系参与 共同协商埃及的未来 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煽动暴力 煽动恐怖行动 或者实施暴力或实施恐怖 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 我们都欢迎他们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星期六晚间的一个声明中说 埃及的当务之急 是防止更多的死亡事件 埃及最近几天 已经有700多人在暴力中丧生 VOA卫视报道 菲律宾救援人员 星期天仍在风浪很大的大海上 力争搜救杜伦沉没后 仍然失踪的很多乘客 有个官员说 在苏省附近海岸星期五晚上发生的 渡轮与货轮相撞的传难事件当中 34人被正式死亡 大约85人仍然失踪 当局星期天大幅度减少了失踪人数 星期六风暴天际 迫使潜水员停止了搜救工作 部分人据信被困在苏港口外 海面下30多米深处的渡轮内 搜救行动 星天早上恢复圣托马斯阿奎纳斯号渡轮 与11000吨的苏皮西欧快递7号货轮 在离海岸约22公里的地方相撞 当地距离马尼拉西南近600公里 船长下令放弃渡轮 很多人穿上救生衣跳入大海 随后这艘有40年船令的渡轮 在几分钟内就沉入大海 800多名乘客和船员中的数以百计的人 被海上安全救起 渡轮乘客中有很多儿童和婴儿 好 在我们今天的解密时刻栏目中 我们要介绍 今天节目时刻当中 我们要介绍 在1958年的大饥荒当中 很多官员呢 他们到底是受害者 还是受骗者 接下来就请看今天的解密时刻 我们到这边 我们的解密了 我们开始 咱们 这样 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中外专家学者都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调查和研究 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 如果说这场灾难的原因包括人祸的因素 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杨继生的调查和相关史料都表明 各级官员是人祸的实作用者 这种风气在中共早期的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高度集权的情况下 干部 粮食不能少的干部自己和干部家属都多吃多蘸的 比较普遍的 很相当普遍 那么我们来说干部多吃多蘸这种情况 您了解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 咱们怎么样多吃多蘸 他们多吃多蘸了什么东西 在基层这个食堂成为干部多吃多蘸的一个基地 粮食 什么饼啊 什么肉啊 鱼啊 什么他们的老百姓都看不上的 他们都多吃多蘸 但是基层的干部 他是为了自己会加手吃饱 因为当时有很多孙何洛书呢讲了 供应池一两 欧布斯小地长 供应池以前 欧布斯管理员 管理员也是有条件的 甚至是拿着队长拿着饼 那拥有妇女 强奸妇女的很多 我们说上很多例子 强奸妇女 给她快饼 跟她睡觉 这样很多 那么我都不行的吧 这都是多蘸 但是基层的干部都是为了吃饱 到上层就更退出化了 比如张正良 刚才送业书与张正良 他到外地去考察 从南州饭店每顿开着专车给她送饭 南州饭店那饭当然不是一般的饭 当时南州饭店是前省最好的一种饭店 想到五星期想到现在当然没有 想到最好的饭店给她做饭 是李敬钱在重庆潘家平 那是高级一个干部娱乐玩的地方 每天吃喝玩乐 每天晚上还要听唐会 什么叫唐会 就是把演员单独给她唱戏 看电影 他们就想过了就 高级干部 我们知道李敬钱和张正良 看在党案上有 其他的过程情况都有这个情况 这有权力 接替权力接替腐败 他有接替权力 他属于不二 那怎么办呢 只要有人提他反对 马上就打起报复 甚至把他弄置入死地 这些是他们个人的行为 还是说有这样的规定 他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 嗯 个人行为 他这个制度造成的个人行为 制度造成的个人行为 但是极少数好干部也有 干部就饿死了 是当时没有饿死的干部 当时也就是当时饿死的干部 是好干部 这样人有 当时有没有明文规定 就是说什么样的级别的干部 可以享受跟老百姓不同的待遇 更好一点的食品方面 一般的就是从洋安来以来 就小灶 东灶 大灶嘛 高级干部小灶 中级干部中灶 一般人吃大灶 这都是共产党的传统嘛 所以洋安不是由王石卫写 那个十分三十分五等嘛 就王石卫被消灭了吧 这个情况共产党是你来有的 王石卫 中国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他于1942年 延安整风时期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 也摆核花 批评延安干部等级制度分严 是十分五等 一分三色 允许高级干部 配备小灶和炊事员 警卫员和勤务员 中央委员吃小灶 中等干部吃中灶 战士吃大锅饭等 王石卫还对中共高层领导 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提出了批评 王石卫后来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 被化为脱派分子 并被监禁 于1947年被共产党处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期间 中国的官员分为三十级 即使在大饥荒最困难的时期 郑科长以上的十七级干部 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 两斤白糖一斤 副厅局以上的十三级高干 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两斤 鸡蛋两斤白糖一斤 副省军部级以上的八级高干 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四斤 其他紧缺食品也比下一个级别加倍 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期 其实高级干部或者是一定层次的干部 还是有特殊的照顾 你不是在后来的激光山会议 在湖北省交界就五山关那个山 很多很多小别墅 当时在激光山会议 当时没有公路 干部都是农民用那个 用弹架也给我抬上去的 那这就花干 四川就花干就抬上去 我说面有鸡丝的农民 他这肥胖的干部上去激光山 他们上午开会中午睡午觉 下午吃西瓜 开会的鸡鸭鱼肉都有 这是当时参加会议的李瑞英 我说的是李瑞英我有照片 他参加会议他就看不过气 农民前面我死 激光山会议在那享受开了一个月的会 这个会议是谁召开的? 河南省委召开的 河南省委 河南省委 对 河南省委召开的 召开的是为了欧盖子 中央是欧斯人的 他就说没有欧斯人 欧盖子会 他们就掩盖欧斯人的一个会 这个会议是哪一年召开的? 16年底161年 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信阳事件已经揭露出来了吗? 揭露出来了 就得就是 生活是三十万人 还生活是七十万人 还生活是一百万人 真正这个数字 就是说这个会议上面 也决定了信阳事件说 报告死了多少人 对 就在信阳大饥荒十分严重的1960年7月 中共河南省委在鸡公山 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 贯彻省委确定的欧盖子精神 信阳地区行署专员 张树帆 在信阳事件以得沉痛的历史教训的会议文章中说 这次会议目的是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 继续肯定大好形式 张树帆的秘书余德宏说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知浦虽然没有出席会议 但五盖子基本上是吴本人的精神 就是避重就轻 原信阳地委书记陆宪文因此在总结性发言中 只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 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 吴德宏说 开始生活主要是以吴子婆为首领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了他 他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解开 他根本都不谈我要恶死人的事 陆宪文的那个检讨报告还不准向下传达 不准说恶死人 只能说服装病 只能说是瘟疫 如下我那个材料我能到一份 在干部当中散布了一下 结果还遭到了琵琶 那就是我干什么 当时基层就是这个基层的干部 应该是知道粮食不够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还一个劲地放高产卫星 放卫星也是一股风气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后果吗 你放了卫星 你说了高产 当时不知道 这部病毒一定是有机会的分子 又亲 就劳illion 背了几年 后来就是 刘二 dental一直被针轻 平反的 给他拼反了 也没有 还有留个尾巴 也没有扶植 那么就是说 当年他想抵制 他不想放这个卫星 上面把他给打成了 右倾机会主义 上面就是省委了 也就是省委压他去发这个放卫星 新阳地区专员张淑欢的秘书 余德红说 凡是敢于揭露问题 说实话的地区干部 当年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打帽了 张淑欢 IP斗时 他的妻子 时任新阳地委委员兼复联主任李瑞英 奉命率工作组前往鸡公山公社 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 李瑞英在调查中发现这是个假典型 并以工作组的名义 要求新阳地委给鸡公山公社 调拨21万斤粮食 也因此厄运难逃 余德红说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反蛮产反思分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上面认为是下面有些人虚报产量 就是把这个产量压低了 反倒不是夸大了 是压低了 他们有一些产量是瞒着自己私分了 这个情况您说 就是说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残酷的斗争 有一些因此也被迫害致死 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可以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情况比较普遍 估计前国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就基本上反蛮产生分到基层来看 就是很残酷的 就是开国种会 就是生产队长会 会计会 就报 你这个 蛮多少 产多少 如果不报的话 就挨打 调取来打 甚至打死人有的事 就是同位好像开 同事开好几个会 这个当时这个副政相网书记说 就是要沉重地打起来 不要泼冷水 就打得很惨 打死不上人 就是在 这个记载我出现很多这样的记载 类似的记载 在新阳 我去了访问一个农民 新瑜在我书上见了一个新阳农民 他当时是会计 在公司开会 说要翻慢点四分 说队长报了 有多少万件两时 放哪了 放哪了 后来马上中午问 你还是在哪 会计之后回答说 我们正在找 后来又问地方在哪 我们正在路上 认在路上 在哪 到晚上没有 那就过起来 当然罪长还咋得很厉害 这就是糊弄上去 这国地都有这个情况 当然这翻慢政司法的农民法 是很多种 几十种农民法 当然最通俗的一个农民法 就是四川叫洗毛玉 南方的一个芋头 是带皮儿的 怎么洗 就放在一个水桶里面 拿着棍子 时间揣揣揣揣揣揣 把皮儿都传没了 成白的 这叫洗毛玉 他就是一个人 比如要批斗一个人 中间围一圈人 推来推去 当然不是一个人 推了三四个人吧 向毛玉吹来推去 有的人就润倒了 死了也有 心脏病死了也有 四川叫洗毛玉 甘肃就炒豆子 炒黄豆 就炒到炒去 炒到炒去 这个山东叫 就推创 在不同的省份 当然没有交流 同样的刑法都有 炒豆子洗毛玉 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后埋呀 点天灯 所以点天灯 把头上放东西就烧着 就把人都烧死了 再有或没了 这妇女呢 就是更是通阴道啊 这种情况都有 非常残酷 当时基层做这些事情 基层应该知道 粮食的实际情况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真的认为是满产了 私分了 基层应该是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 要用这种残酷的手段 对待基层自己的人 中国在政治运动以来 中国人那个 这个魔力的人性呢 就表现出来了 这表现 政治上表现自己 表现自己积极 就是打人 不打人是右倾 打人是进步 不打人的人 受到排挤 打人的人受到提拔 这个情况过地都有 那我们下面谈这个题目呢 就是中共中央这个决策的问题 到底是谁 骗了谁 现在我们说 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过 毛泽东 受了骗 直到局部的情况 可能全局的情况 他不一定能认为 当时我们先从这个具体的 这个说起吧 就是李景全 李景全是四川省委的最高首长 四川省的最高省长 西南局第一书记 西南局第一书记 李景全造假了吗 以前呢 具体造了小假 造一个事件还看不出来 它整个是造假的 整个是造假 它整个是造假 它怎么造的呢 你比如说四川一放卫星 他上北京开会去了 四川温州放了一个卫星 放了卫星 放多少万一很大的 这个 当时有报纸报了 报纸报第一位书记 是不是假的 不让报 一行前一回来的时候 把第二书记猛批一通 而且人们报到灯了 这个就是说李景全 是不是说李景全 知道那些东西是假的 这是他自己的心理状态 应该他是一个 如果是稍微懂点农业知识的人 你一万斤 你按地上多 算得出来 如果一万斤 你要是起码得放地上 平摆着 不要炒的话 那就一直后悔 不过来 谁都看得出来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认为 尚有所好 是造假风行的根源 比如说李景全 那么这个现在四川人都很清楚 那么他是当时是造假的 他是要求一定要报这个假数字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这种弊病 就是他们上面考察下面的干部都用数字 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 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 谁就会得到上面的肯定 就会得到表扬 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起来低 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的说 粮人产量从千斤 你报一千斤 我报一千二百斤 你另一个地方报一千五百斤 然后最后涨着涨慢慢慢慢 大家互相攀比 拼命的往上报 最后报到一万多斤 就是这个道理 都是给上面看 谁都不能够落在后面 就是说您调查过程中 有没有任何的史料 能够证明李景全是明知道是假的 但是他故意要把这个假的东西报上去 有这样的情况吗 放我一心 是吧 刚才讲放我一心 明天是假 他要报了 就是这个毛泽东跟陈正在里长方信 可能六级干部一封信 他不发 可是不发 为什么他不发呢 那六级干部 那是消极的 他认为毛泽东的信是消极的 只有毛泽东唱低调 别人都得唱高调 毛泽东唱低调是隐民 别人唱高调 唱一低调是右倾 就那个庆一下 毛泽东说不要了 来自毛泽东是迷之 毛泽东说不要那么迷了 别人就不相信 小孩把很多刀子都在一起 毛泽十万斤 小孩上面坐着 所以照相 毛泽东哇哇掉起来 别坐上面掉起来 掉下来甩得更疼的 但是一万一双关 不要说假话都说过了 不相信的 毛泽东给这个所谓的六级干部的会议 六级干部的信 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个包产 不是各种包产 包产不要太高 迷之又先都不要太迷 等等这些事 吃粮食什么的干系搭配 他就是说李景泉认为毛泽东这个东西是给大家泄气了 泄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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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跃进不利 对 因为比如59年的两个文件 这猪要可以放到家里养 李景泉就 他就不放 两个文件的不落实 不落实 后来六人会以后 你看我们没猪放家里 粮食 粮食要落实到家 李景泉认为毛泽东西还落实到公司堂 李景泉认为我们搞对头了 我们搞对头了 他搞对头了 那他后来 这个出现了这个饥荒 因为四川人死了一千万 出现了饥荒 李景泉知道吗 只不知道就很难说了 反正都 我们虽然是老记者 我们去参访的一个老记者 现在八十四老记者 他就看着了第一个英国私人的 他怎么不知道 应该知道 因为这他瞒着 李景泉瞒着 他瞒着 向中央瞒着 那也就是说他实际上知道这些数字 那知道 一千万的数字可能不知道 大量的英国私人 他可能知道 他瞒着这个数字 大量的英国私人 也就是人吃人 吃观音头 观音头知道吗 这个土就很舒适 那都是他们送了调的资料下来 一个山上一个土 一边挖着一帮嘴里吃 吃就长死 观音头 你一把吃你都不死人 很多 人吃虽然有 譬如毛泽东 他采取的测试 譬如59年发了几个文件 资料地可以多种 养猪养鸡葵家的羊 而且 59年四月份还写了一封信 给六级干部 从省委到森林队长的一些干部 就是说 指标不要太高 迷之也不要太迷 就是比较退回去 这是谁的指示 毛泽东 毛泽东他怕国际贪污他的指示 他一直到森林队 但是我五九年 我们中学生 我们还在一个村里劳动 那干部念信 把休息来听听 我们还听得了个信 信就得比较实实实 比较实实实实 但是李静前不传达 压着不传达 为什么呢 这是这个最高领导 已经下了指示 他怎么敢于不传达这个指示 李静前他是最从 从根本上了解毛泽东的思想 他说毛泽东这些话 并不代表他的实质思想 他实质思想还是要共产主义 还是要快 还是要试探 所以我说 林队长在亚宝 所以亚宝都在会议 我说 他的亚宝要对了 所以大受斩护 都在会议 他到了政治上收护去了 所以特地提了政治局委员 四川饿死一千万人之后 李静全并没有被追 救责任 美国加州大学 陆山基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说 这里面就是说 一个皇帝和体制的关系 毛泽东 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 对不对 但是 本来来说 一个坏皇帝 如果他有监督的话 也可以使得他 变得好一点 至少 但正是因为 这个体制使得 他下面那些人 不敢说真话 或者有的人 有意说假话 把他引导向更大的错误 李静全就是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 他这个五盖子 隐瞒这个饥荒的真相 反倒得到了奖赏 对奖赏 所以他从根本上 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 也就是说 他当年违抗毛泽东的命令 反倒还对了 他就他说 这就对头了 这就对头了 所以说 他说当时 粮食没放在家 放在食堂 当然什么的事情 跟孙居没放家养 这就对头了 对头了 那另外一个省委书记 吴志浦 他造假了吗 吴志浦放微信 是最早是后来放微信 放出来的 他是明知道没有 执 他没执 他没执 没执 没执 你不是新洋粮食产量 原来是应该多少斤 报了70万斤 多少万 我素子不记得吧 这是地位书记说的 但是专员是比较 实在是30万斤 后来吴志浦让批 那个专员 还会批评他 说有情 后来 这个持问题以后 什么李先念 他们去看后来 吴志浦说 专员就受苦 讨厌说 你别说了 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吴志浦说 吴志浦也假装说 这个我当年怎么样 我不知道 专员马上说 真不知道 是你让批的吗 他不吭气 脸上马上红了 李先念说 不要说不要说了 就过去你了 1959年 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 比1958年减产50% 只有20多亿斤 但却虚报为72亿斤 结果政府 征购粮 比上一年增加18% 达到总产量的50% 许多征购粮和鱼粮 使各级官员和民兵 打逼搜出来 先后有一万多人被逮捕 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 打700人 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 就只剩下100多斤 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饥荒随之而来 1960年11月 中国副总理李先念 和中共中单局第一书记 陶柱到信阳进行调查 五个月之后 陶柱说 我看死亡数字 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 已经一百多万了 在互联省开了四位扣大会 开了都他们 包括公安部的齐子荣 李先念陶柱 王仁忠都讲了话 都是还是关上毛泽西 民主革命的补课 当时要杀一万人 所以这些都变质 杀一万人 后来没杀那么多 后来就是 最后要杀了个马龙山 毛泽西说我一次没杀 向上书记了就不要杀了 一个人没杀 但这些人都出力了 到基层都很惨了 您刚才说 大跃进期间刮了五封 这五封是从上面直接刮起的 刘少奇直接刮起的 上下结合 上下结合 上有好着下北深沿 上什么书衣马上扩大扩大到以前 上下的那么扩大的 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 这边的共产风是怎么回事 共产风 有共产主义是咱们共产党的理想 考虑一个人对共产党是不是忠诚 就看到你的信念是不是坚定 考虑一个干部能不能提拔 也看到你的信念是不是坚定 这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从小学到大学 都是这个观念 我们上台都知道这个观念 所以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来 所以共产主义快来了 我们要提前来 要来怎么来 首先有几个点 就是河北溪水线 河北溪水 就长什么钟嘛 向上书记吹牛 就是不搞工资 搞什么的工给制 几包包 包市包川 十几包嘛 十几包包了后 可才出现 包了两个月没钱 包了两个月 拿钱包包不清包不清 包不清包不清 吃包 吃饭不要钱 等等嘛 都包吧 然后明明的尊识化 尊识化 男女分居 发枪 搞在这个表面上 到处打采门 工程主义什么天 形成这么的 就是小村车开 车小村并大村 大村的表面 发墙发得很漂亮 把农民的所有财产都集中 把宣传的财产都集中工资 工资叫前面所有制 这么胡来啊 这个河北溪 所以那个大 amount 现在胡锋说了 说那个 没有笔记本 没有书 工程人 слож 把书店去拿吧 这个书店的 笔记本的 Kommet 前國所有的人都去了 在大使館的所有的外國人都去了 都深讚五峰 都深讚他們的好 沒說壞的 只有個別的 只有鄧子輝 偷偷地說這句話 是不行 鄧子輝偷偷說的 看見是表象當時最好的時候 展現了最光輝的一面 在過了幾個月以後 老百姓不聽那個張什麼中的話 鄧子輝偷說的話 抓人啊 打人啊 抓人打人的事兒暴露了之後 毛澤東就不相信 就不要 再不要憲人吸水了 結果憲人犯憲 憲人犯憲 犯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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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犯憲是一首美妙的詩 什麼時候變成什麼花園滿地啊 什麼糧食 什麼吃不完 什麼什麼的 講了很多好話 毛澤東犯憲是一首詩 十年 五年 十年不兩 十年 十年也可以嘛 犯憲 變成犯憲的 所以千塊塊的 西北 湖北當陽比較厲害 王仁中的當陽現在最厲害了 的確有跡象顯示 毛澤東當時真的相信 中國糧食太多了 1958年8月4日 毛澤東在河北省徐水縣視察 縣委書記告訴他說 今年全縣夏秋兩季平均母產 會達到2000斤 全縣人均糧食年產量 會達到3500多斤 實際上 當時徐水縣的糧食母產 只有200多斤 不明真相的毛澤東 還頗為得意地問 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 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 要考慮怎麼吃糧食 毛澤東建議說 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糧食多了 以後就少種一些 一天做半天的活 另外半天 搞文化 學科學 搞文化娛樂 辦大學 中學 1958年9月5日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糧食產量 明年如果又翻一翻 糧食除了人吃馬胃之外 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 也許會發生問題 他提議說 糧食還是要找出路 糧食主要是吃 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 例如搞酒精做燃料等等 不僅如此 由於中共領導層當時認為 糧食要吃不完了 竟然做出了更荒唐的角色 就是減少了糧食多重面積 1958年11月23日 被高產衛星衝昏了頭的毛澤東 在中共中央武昌會議上說 農業壞得很 明年再搞一年 只有糧食而論 搞到一萬五千億斤 農民就可以休息了 就可以放一年假 糧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一個場合 毛澤東還說 我看一個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 將來只要幾分地就足夠吃了 這年九月 中共副主席劉少奇 在江苏市查指說 這樣再過八年 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 種糧食 三分之一種樹 三分之一休閒 最後 中國人羊做出 第二年 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決定 1959年 中國糧食播種面積 比上一年減少了9.1% 其中 夏糧播種面積 比1958年減少了20% 即減少了1億1千萬 1957年 中國糧食母產量計算 這相當於1959年 中國減採339億斤糧食 相當於總產量的10% 這無疑給後來發生的大饑荒 雪上下霜 是不是您認為毛澤東是受了騙以後 才說這句話 還是說毛澤東說這個話 使大家願意搞這個 毛澤東共產主義生存是理想 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提前到來 可以朝鮮干買 然後下面就一起幹 幹的之後毛澤東開始支持 出了問題以後 發生問題以後才禁止 在大躍進期間的1959年 毛澤東曾經對自己的保健醫生李志隨說 有很多的假話 是上面一壓下面沒辦法 只好說 1958年8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 估計並正式公布當年 臨時產量 將比1957年增產60%到90% 達到6000億到7000億斤 年底的時候又估計成8500億斤 直到1959年8月 中共領導層雖然已經知道 上一年的糧食產量被高估了 但是仍然不知道糧食的實際產量 還認為實際產量有5000億斤 按照這種估計 中國人均糧食佔有量 將達到1300斤 大大超出了人均糧食消耗500斤的水平 於是政府告訴老百姓 放開肚皮吃飯 到1958年年底 中國農村建立起吃飯不要錢的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 340多萬個 敞開口吃 但是實際上 中國的糧食產量 遠沒有那麼多 後來合時的1958年的糧食產量 只有4000億斤 結果農民 因吃某糧 沒過幾個月 加點糧食 被食堂收走了 食堂糧食吃光了 只有挨餓一條路 我們來說兩句鄧子輝 鄧子輝當年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後來就吹銷了 所以他當時是瞭解一些情況 他當時瞭解一些情況 在民間的私下朋友之間的瞭解情況 他也沒有辦法進言 但是後來 2012年他也跟鄧小平 跟毛敬年 又是包成道戶 這他提過的計劃 所以毛澤東非常反感 三年自然災害 現在是中國 實際上不是現在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一直到現在 是中國人最普遍的說法 不管是上層 還是基層的老百姓 大家談到那個時候 都是說三年自然災害 或者叫三年困難時期 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說法 是從什麼時候來的 怎麼來的 三年自然災害 從六十年 那時候就開始說了 就是五八五九年就開始說了 到六一年的八戒九龍強會 就明確地提到四年三年災害 到七千人大會 林彪特別地強調四年自然災害 以後就一直強調四年自然災害了 那麼您認為在那幾年當中 真的是有自然災害嗎 嚴重的自然災害 這個時期我五次跑了國家氣象局 找了一些專家 給我被請教 也發了一些資料 最後的幾天災年年有 三年是長年 這三年是長年 不是嚴重的自然災害 有中國這麼大天災年年有 這三年是長年 什麼是長年 我書上有五條曲線 我先講那個氣象跟農業的關係 就是那五條曲線我就說很技術化了 就是那三年每一條曲線的偏離程度 都不是最大的 曲線都有一條中線 有些偏離線吧 都有偏離 就那三年偏離最小的 而八十年代偏離很大 這八十年代沒有四人 美國四人 更早的也有偏離很大的 美國四人 就五條曲線 都跟農業生產 跟兩人產量有關係的 五條氣象曲線 沒有一條是偏離最大的 這三年是偏離比較小的 也就是說那三年從這個氣象和農業的關係上講 對農業不會形成重大的自然災害 對 是長年 不是長年 都有在門年都有自然災害 那就是長年 平常年紀 更不用說就是說 那三年的自然的這個災害的情況 會造成那麼幾千萬人的死亡 對 不是的不是的 根據統計 大饑荒年代的自然災害 在1959年是2億畝農田受災 糧食減產200到300億斤 1960年成災農田3.7億畝 糧食減產300到400億斤 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 只佔糧食減產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 楊奎松說 我們要去做各個省的這種統計 就是歷年的這個 災害的情況 現在有十幾個省的資料 可以很清楚 就是58年59年60年 不是一個嚴重的天災的情況 歷史上的災害的情況 其實並不是說這幾年就特別重 所以從這個情況來看 天災的說法應該說不太準確 官方的說法當中 把那幾年的困難的情況 一部分的原因歸咎於蘇聯的逼債 當時叫蘇修 叫蘇修逼債 這是怎麼回事 蘇修有兩個 一個人簽的 一個蘇修合同 一個蘇聯比債 那現在蘇修合同 蘇修合同是已經在60年7月份 撕毀了科技合同 跟農業無關 60年7月份 大計畫已經造就了一年半 所以 70年7月份前的合同 跟大計畫的產生 肯定沒有原因 而蘇修合同 都是科技合同 軟質蛋這些東西 武器 而且当时 罗阳托拉机场 跟那有关系 正好是五九亿建成的 也就是说 收敛私会的科技合同 武器合同 跟农业合同没关系 而且是六年七月 灾黄已经发生了一年半 所以收敛所有合同 是这点不成立的 所以就是一个是 所谓那些合同 跟农业没关系 第二时间上面也没有关系 已经发生了一年半 这光是收敛逼债 收敛我们是三千年收敛去债 这些债也不合理的 朝鲜战争 他让我们打仗 我们欠我们掏钱 也不合适 很糟糕的 逼债也不是收敛没有逼债 收敛的意思是说 是缓债 而且有期限的 毛泽东是增口期 要提前缓债 这个期限是原来定好的 还是说特意这几年逼 原来定好的 原来就定好的 定好65年 是66年还清的 那就是说本来 这个所谓的B字 应该是不存在 B字没有不存在 根据史料记载 苏联当时不仅没有B债 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 伸出了援助之手 1961年 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 中国向苏联借了 20万笔粮食 使东北粮食困境 及时得了关键 1961年2月27日 苏联领导人 赫鲁晓夫 致汉 毛泽东 提出建议中国发生 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 苏联愿意 以贷款的形式 向中国提供 100万吨粮食 和50万吨 古巴糖 中国还对此表示 我们永远珍视 并且衷心感谢 苏联共产党 苏联政府 和苏联人民 给我们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注 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熙 在1999年出版的 《十年论战》 1956到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 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 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 指示周恩来算一下 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仗 周恩来说 中国上限苏联80亿卢布 要十年才能还清 毛泽东说 延安时期那么困难 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 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 要勒紧裤带 争取五年内 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 各省成立外贸小组 挤出东西来还贷 与此时大逼的中国人 正在吹于其恶 毛泽东要争口气 我们不是返休吗 我们提前还债 等于说是毛泽东被逼债了 他是不是被逼债 他争气 争民族的气 还债 所以还债的 那就是说 的的确确当年 是加速了还债 加速了还债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在农民饿死的情况下 加速还债 他还债的数字 跟我们同时外园的数字 要少 要少还不到一半 除了吃口食品以外 还执政者 还慷慨地志愿兄弟友好国家 和兄弟党 在大气方 最为年重的1960年 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 从事远外 所有人也这一年急增 远走常常是 所有人比中国高的一些国家 江东巴尼亚 尔巴尼亚 这些国家 在大气方年代 中国一直没有停止 贵外援助 根据中国副总理李先念 关于1961年和1962年 国家决算的报告 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 一共对外援助 23亿6200万元 主要对象是 阿尔巴尼亚 朝鲜 越南 古巴 古巴 蒙古 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与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31号的报道说 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 中国除了向非洲的几年亚运送一万吨大米以外 还有一万五千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当时除了五万人外以外 还出口大量的食品 我看这库城嘛 大量的食品 粮食出口来年也是很多的一年 还有农民看到看不见的鸡蛋啊 什么很多高级食品都出口了 在我死人最多的时候 还大量出口食品 跟五七年相比 五九年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 而五九年粮食出口却增加了415.75万吨 五九年粮食出口 粮食减产但是出口增加 出口增加那么多 比五七年粮食出口增加了209万吨 多了一百以上 这一年粮食出口 倡理史最高级落 达到415.75万吨 这是贸易粮 如果折成原粮更多些 以刚才您所说的 全国库存粮食来看计算的话 也就是说出口的粮食 如果拿出一半来 当时给全国各地分 也不值得 也不值得 这个415.75元贸易粮 相当于500万吨原粮 六个农民的口粮 都可能都是软粮吧 什么山蚁 被个二十多这些 那些包装的东西 五九年六一年 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为164公斤 五七年是204公斤 而五七年比较至三 五百万的粮食 走够2450万人吃一年 大饥荒最严重的六里年 还继续出口粮食 二百七十二万吨 五九年没有进口粮食 而且进口的粮食 当时阿尔巴尼亚 从我们加拿大进口一批粮食 一批船队 准备认证中国 后来刘少奇一个电话 送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当时中共上层 知道出现饥荒了吗 那是不出现饥荒了 知道 刘少奇都回到家调查了 他都调查过了 他还一个电话 把这些粮食运走了 到底中国当时 对外出口粮食也好 出口粮食的目的是什么 出口粮食换外汇 买机器买武器 我这些出口数字 你看出口粮食 还出口粮食 还出口很多东西 粮食 花生油 花生油 鲜鸡蛋 霍猪 冻猪肉 霍家禽 冻家禽 冻透肉 水产品 苹果 柑橘 猪肉 罐头 水果罐头 蔬菜罐头 啤酒 黑桃 黑桃仁 黑木耳 红枣 香菇 栗子 蜜蜂 等等 我们去很多很多 老百姓看的看不上 都出口了 当时如果说是出口粮食是为了换取外汇的话 还是能换回点东西的话 对外援助那些粮食到底什么目的呢 本国人在饿死 他把粮食对外援助去了 为什么 是不是外国人的命更值钱呢 二十八年天涯若几 海外村子几天涯若碧林 你知道毛主席的那种事吗 当时对外援助只有对二十八年吗 二十八年 我们现在都是软州 朝鲜当然是软州 还有包括一些民族国家 什么亚海亚汉 把这些财产给的一下子给四个亿 软州是国际共产主义 要输出革命 这是共产党的最高的充值 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 比本国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两次苦诚增加韩国私人 还是出口 还是人外 欺骗 被骗 鼓励骗 这似乎是中国大饥荒年代的典型环境 可悲可叹的是 数千万人的生命 就在这些骗局中 无辜无畏的丧失了 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至少能够为人们了解当年的真相 提供一些帮助 为后人引以为戒 提供一些事实依据 我是李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 美国美语 你应该把这些事实依换 可不可以把这些事实依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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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这些事实依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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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这里结束了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 稍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时间8月18号 星期天晚上9点 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 欢迎继续收看VOA卫视 我是樊东宁 台湾总统过境美国 面子 李子 如何平衡 马英九出访中南美洲 是不是北京给他的外交放风 还有元首出访后院失火 台湾的民运沸腾 马英九要如何灭火呢 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 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参与海峡论坛 今晚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话是400 120-0551 下面现在您关注 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时间交给VOA卫视的 新闻主播孙程 好的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将在8月22号 在济南出庭受审 中国官方的新发社报道说 薄熙来的罪名是 受贿 贪污和滥用职权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薄熙来的妻子 谷开来将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在法庭上和他的丈夫薄熙来当庭对质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说 跟薄熙来律师和家庭成员有关的人士表示 薄熙来对谷开来将提供对其不利的指证 十分生气 并威胁称 如果谷开来不采用书面形式 而是出庭或者是视频指证的话 他将打断审判过程 并要求与谷开来离婚 美国联邦当局启动对全球最大金融服务集团之一的 摩根大通公司的调查 以查清该公司是否聘用中国官员的子女 来帮助获取诱人的生意 纽约时报星期六晚上 援引政府秘密文件报道说 其中一个案子是中国前银行监管者 现任国营光大集团主席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 不过报道说 政府文件也没有暗示所聘员工是不符合资格 或者是帮助确保公司业务的 报道说 摩根大通还没有被指控任何不良的行为 埃及伊斯兰抗议者呼吁星期天 举行新一轮的示威抗议 前一天 安全部队强行结束了与抗议者在开罗 一个清真寺内的紧张对峙 下面是微微微视的报道 星期天清晨 在抗议中严重受损的 拉美西斯广场法特赫清真寺附近戒备森严 一天前 一名军方调解人员说服一些抗议者 在军人占领之前离开这座清真寺 星期六被推翻的莫尔西总统的许多支持者 在星期五血腥的愤怒日暴力冲突后 在这座清真寺里面藏身 法特赫清真寺被控让一些人质疑 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支持者采赢的策略 穆罕默德说 穆斯林兄弟会不对 他们毁坏了一切 他们毁坏了属于真主的清真事 这是不对的 以这种方式对待真主所在地是不对的 但愿真主保卫埃及的年轻人和埃及军队 埃及临时政府指责 墨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挑起暴力 埃及国家新闻机构说 大约250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 因最近的动荡而受到调查 埃及总理贝普拉维说 不会同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和解 不会同拿起武器反对国家 反对埃及人民的任何人和解 不会同践踏法律的人和解 贝普拉维表示 他在考虑解散穆斯林兄弟会 但是临时总统的发言人说 政府愿意在一些先决条件下 同各派政治力量合作 埃及临时总统穆尔西的政治顾问 穆斯塔法说 我们愿意并且欢迎 埃及各个政党派系 参与共同协商埃及的未来 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煽动暴力 煽动恐怖行动 或者实施暴力或实施恐怖 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 我们都欢迎他们 联合国秘书长潘吉文 在星期六晚间的一个声明中说 埃及的当务之急 是防止更多的死亡事件 埃及最近几天已经有700多人 在暴力中丧生 VOA卫视报道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接下来请您收看海峡论坛节目 马英九的活路外交 是否能为台湾争取到更多的国际空间 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两岸是否真的能够外交修兵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8月18号为年后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海峡论坛围绕着马英九出访 中南美洲过境美国纽约 探讨台湾的活路外交 究竟有没有达到外界预期的成果 以及两岸的外交修兵 北京有没有足够的诚意呢 今晚和我一块组织在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 我们除了要探讨马英九总统出访 对于这个两岸外交情势的影响之外呢 我们也要探讨这个马总统在出访的时候呢 这个在国内 在这个台湾内部所引发的一些 政治的一些风波或者是动荡 我们围绕着这些话题 今天晚上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讨论 首先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是熟悉 台湾内部政治以及两岸关系的 现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教授 严建发严教授 严教授您好 博弈好 东宁好 还有邓教授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 要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邓中坚教授 邓教授欢迎您 你好 各位观众好 博弈还有建发你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论坛的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现场讨论 马英九这次出访 中南美洲首次过境美国纽约 他在纽约停留了三天两夜 打了12通电话 进行了三场会晤 三场参序 除了和美国政要 以及企业界人士会晤之外呢 他也特别回到了母校 纽约大学参观 有人说马英九此行 获得了美国的过境礼遇 是他实施国路外交的成果 也有人说马英九过境美国 对媒体的采访施加了诸多的限制 有如谨一夜行 自我设限 那么究竟台湾总统过境美国 面子和礼子要如何兼顾呢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 邓中坚邓教授 就您的观察 这次马英九过境美国纽约 美方的接待规格如何 它有没有达到任何的突破呢 其实我想 这次马总统到中南美洲访问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意义 过境当只是一个例行性的 展现出说 美国对于马总统过境 它的一个基本的规格领域是达到了 因为刚刚您也提到了 马总统讲到真派外交 就是基本上在我们从事外交的时候 我们对于双方约定好的事情 我们彼此间要保持一个高度的 一个机密的状况 信守彼此的承诺 所以这是所谓的 马英九总统说的 正派外交 而且对美国是 零意外 对对 这个我想是最重要的 因为否则你下次要再来的时候 或者再接触到哪些高层的 这个决策子的话 恐怕也会有问题 好的 邓中坚教授提到 这个马英九的正派外交 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发言教授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 陈水扁总统任内 我们称为是烽火外交 虽然说是备受批评 不过陈水扁最风光的一次过境 也是在纽约这个地方 不但当时获颁了 国际的人权奖 当时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 下心还说 美国总统小布什 是阿扁的守护天使 那么很多人就比较了 马英九跟垂水扁 或者说比较更早之前的 李登辉前总统 过境美国 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 时发表演讲 都说现在的马英九 都是只有过境 而没有外交 也没有凸显到台湾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 刚刚邓教授 其实已经做了一个描述 但邓教授是比较温柔敦厚的 所以他会比较多正面评价 那当然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戏法人人会变 巧妙各有不同 把马匾理 他们拿来比较 有时候是很难做个比较 这有所谓的不可比较性 因为三个人那个基本的立场 还有很多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但回到这问题上 就是说 我感觉马总统这一次 做法 当然零意外这是对的 也给对方一定的尊重 可是我觉得太多自我设限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从他的一些讲话 包括去纽约 谈到他一些比较个人的 过去在那边 跟总统夫人的谈恋爱的故事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因为一次这么一样一个好机会 千载难逢机会 而且花国家这么多的公堂 他实际上可以谈一些 不去碰政治问题的 比如说纽约是一个美国第一大都市 马总统也当过台北市长 你甚至可以谈一些都市交流的愿景 这都可以谈的 可是把它拉到很个人 很琐碎的这个家庭 或者个人的层次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自我设限到不可 也就是说你 中共并没有给他设这么多线 美国没有给他设这么多线 而是他自己给自己设太多的线 而我觉得花了国家那么多公堂 包括园外的好几亿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因此我这个地方 我比较持一个比较批评的态度在看 好的 谢谢严教授 在华盛顿现场的 邓教授 邓教授 要不要回应一下 是啊 其实我想很重要就是 还是我就强调外交本身 双方都谈定了 当然严教授他强调的点 说是说好像没有设限 可是我想这个当中 一个总统出访 其实要花相当的时间 每个阶段里面都要在谈的 准备说我们谈什么 你能谈什么 那这个建坊兄刚刚提到这些 如果讲了这些层次 好像是大家也在批评说 你马总统是不是做马科长 或者说马司长 而不是做总统 那么如果到总统的高度 他要谈的事情 如果彼此间又有所顾忌的话 我想这个实际上 不得不然而的一个安排 否则过去的这个 当建坊兄长刚没有办法相比 确实风格上不一样 可是我们也知道 在前面两位总统 刚刚提到的这个 李登辉总统和这个 前面总统的时候 过境之后 之后的一个发展 其实都是反而受到很多的限制 所以我觉得说 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 但我强调就是说 外交本身 其实它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彼此要信守承诺 这是最重要的 或者说认为这马总统 以他总统的规格跟高度谈 这个都市外交可能有点不太对之外 如果以总统的高度谈外交的话 其实还有好几场在纽约的 不管是电话也好 或者是会晤也好 都是秘密不公开的 可能其中包括了一些 现任的美国官员 有没有可能在这些交流跟互动当中 提到总统层级 比如说两岸关系 或台美关系之类的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因为这几年两岸关系的改善 那么大家有目共睹的 可是对美国来讲 他也有点担心 说说两岸关系走得太近的话 是不是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说 必然会谈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 服务贸易的协议 那这个的签署 其实我想对美国来讲 他的经济力也是会有影响的 接下来马上是商品贸易的协议 那这些东西 美国事实上也要直接从 马总统的嘴巴里听到 说究竟台湾你的立场在哪里 好的 谢谢邓教授 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 沿建发言教授 那很多人认为说 这次马总统过境纽约 有很多的限制 像采访的记者也不能够随行 把他们拖出去观光 或者说带着识别证上面 没有中华民国的国旗等等 就像您刚提到的自我设限 可是马总统他本人说了 这个元首过境外交呢 面子跟理子很难兼顾 还要考虑一个平衡 如果他面子上面可能觉得说 做的不是够多 但是理子上实质的 跟美方的一些政要 能够谈到实质性的 譬如说两岸问题的话 您认为这是不是 也算是一种突破呢 邓教授 如果说只是要跟他们 之间交换一些意见 实际上也不用这么老远 跑到那个地方 他可以写信 可以用各种方式 或是逆史或各种方式去 不需要这么大的排场 那我感觉比较可惜是说 这是一个 它是代表台湾 应该借由这个机会 去谈点台湾一些价值 这个价值不一定是政治 它可能是社会文化的 层次的东西 那我觉得是我们从一些小地方看 譬如说据报导 就是说在离开纽约的时候 马总统就对着 对机内做广播说 这个解除了 新闻禁令 对禁令 我觉得说这是一个 非常轻浮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们一个国 我们国家受到一个外力 这么大的一个干涉 这是应该是很凝重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却把它当作一个玩笑来看 所以我感觉是他心里头没有那么样的 这么庄重的看台湾的主权问题 这是我感到非常不以为然的地方 包括说他也讲 这个我们也必须要到友方走一走 或者说国内跟国外议题同样重要 就表示说这个问题 其实他自己都拿不准 因为实际上你既然要出去了 这些话都不用说了 假如你就像我们一般办公务一样 到海外办公务 如果你去回来还要必须要夸大你的成果 他表示说心虚 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面 坦白讲一定是幕僚准备不够 就是说这次去这么一个大的规模 他要带什么样的讯息出去 或者去展现什么样的国家的印象 他并没有做很多的功课 所以才会去谈到一些细节 包括说他差一点进好莱坞当明星 这个梦碎的等等这些 我觉得都太琐碎太个人的 一个国家元首的高度 不应该只谈这些 我想可能一般我们一个局处长出去 谈的层次都比这还高 所以我感觉是其实蛮痛心的 花太多钱了 好的谢谢严建华教授 那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马总统过境纽约这件事情 来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你好 那么谢谢东宁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两位来宾 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 就是其实这个元首的这个外交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的外交出境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个元首出访的话 能够成功的维护中华民国的利益 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外交的官员在里面 要拿捏这个分寸其实并不是相当容易的 所以像马总统这一次 有些评论就觉得他太出门太低调了 没有办法好像这个凸显台湾的这个价值 可是另外一方面之前这个以往 这个陈水扁总统他几次出访 比较让大家记忆深刻的一次的 就是这个所谓被称为这个迷航外交 他有的人不知道他到底要去哪里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外交会出现 这么大的这种极端性的变化 是不是我们的外交事务官可以 给这个总统一个比较中性的建议 或者是其实我们的外交的官员没有做到应该做的这个本分呢 您的看法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总统出访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元首外交 但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这个出访之前 我相信只有国安当局来讲 他们已经做了很缜密的规划了 你谈的目的在哪里 刚刚建发兄提到的这个事情 我固然也觉得同意 可是我想人与人之间的沟空 最重要还是面对面的 因为书信当中意思 我们也都知道 很可能会误解 用词用词 尤其是不同国家的 那当面可以看到他的行为 他的反应 那么尤其有很多这些美国的高级官员 他是没办法问台湾的 所以借着这机会能够澄清 能够说明 能够让对方进一步了解 台湾在处理岸关系是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政策 有什么样的这个举措 我想这是蛮重要的 而不是说透过书信 如果透过书信 我们所有事情都透过书信 恐怕就不需要出访 所有东西都不要出访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这个博弈提到这些问题 我觉得蛮重要一点 就是说 外交工作其实真的不是宣传工作 我还记得当年这个中美断交的时候 那么记者访问两位 一位是宋楚瑜先生 一位是这个外流部发言人金树基先生 那么这个金树基先生呢 就说no comment 无可奉告 因为他是代表政府发言的 可是宋楚瑜先生当时是新闻局的副局长 他就讲了很多 say a lot, tell nothing 意思就是说他讲了很多东西 记者就可以再重新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可是这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 记者会根据他的来创造一些东西 那如果第三国或其他国家看到了 他很可能是误解 不过他们也不会误解 因为这是一个宣传官员讲的 而不是政府发言人讲的 所以这一点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 也就是说我承认 比如马总统他讲话 他实在是这个对言辞上面 有的时候他很经手 他法律人的一个严格的限制 但是呢 这也代表就是说 当他说了更多的时候 因为他是总统 他讲出来的话 恐怕会对大家做不同的解释 所以他必须非常小心 宁可讲一些 这个也许大家觉得不是很严肃的话题 但他当然也会讲笑话了 所以这往往讲的是冷笑话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说 外交的工作确实是不同意的 你看各国总统出去了 他是做什么 其实很重要是 事前很多谈判已经完成了 只是总统见面 把一些很重要的争议把它解决掉 好的谢谢 谢谢在这个华府的邓中间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 就是像刚刚邓教授的这个说法 那也想请您来这个评论一下 特别是包括现在 我们注意到美中之间 都在这个密切的谈判 这个欧巴马跟习近平 见过一次之后呢 这个他们又 这个习近平又派了 这个特使到了美国去 又再见了一次 他们密切的建构 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话 您觉得这个马总统 这次出访 是不是能够 其实帮我们也能够争取到 这个台湾在这种新型大国关系里面的一个角色 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要提的那一点 就是你正牌外交 不能做到变乖乖牌外交 要一点点 外交就要一点狐狸性格 要正牌没有 所以要一点狐狸性格 你刚刚讲的 这个当这新型大国外交确定以后 台湾快被遗忘掉了 而这么一个场合 是美方允许你的时间跟讲话的这个场合 你应该都让 让美国知道台湾的存在 而且台湾有好多好的东西的存在 让台湾不要忘记 可是你谈了太多很索碎细索的东西 而且把这种被绑架视为当然的时候 国不成国 人家不会把你当一个国家来干 人家不会尊重你 所以我意思说 如果以其这样 那你干脆不要出去 不要花那么多钱 过去像蒋经国总统在的时候 他也不出访 也一样建立他在国内一个权威 国际上也很尊重他 你这样要去一场就演得不好 不如不去 这是我刚才说 如果这样那干脆用书信就好了 我不是说 有书信可以打到外交 不是 而是说 实际上效果很有限 而且你现在花国家的公团 花这么多钱 才为了这么一点点 这样一个影像 而这个好难得的几个镜头 你就这样把它忽略掉 太可惜了 你做个总统 台湾有太多事情可以谈的 包括说 前阵子即便说 洪中秋的事情 你看这么多 在总统府面前这样抗议 我们的秩序紧然 你跟埃及的比起来 我们好太多了 这也是你可以展示的地方 虽然你现在可能被认为 大家认为你做不好 可是这种的民主风格 你有表现出来 当然也不是那么直接去说 我意思是说 台湾有太多讯息 是可以对美国人说的 可是你把这个机会漏掉了 那何必派你去呢 派我就可以了 太可惜了 你站一个总统的高度 讲这些东西太可惜了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许有点太苛求了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邓中坚教授 与严谨教授的这个引言 那么继续我们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由我凡东宁在华盛顿 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 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围绕着 马英九出访中南美洲 过境美国 探讨台湾的活路外交 与两岸的外交修兵 点播是现场的来宾 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教授 邓中坚教授 一位是台湾践行科技大学 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 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 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我们首先接近吉林李先生 您的电话 吉林的李先生您好 请讲 您好 南美中有余多和台湾当教的小国 想和中国建教 都被中国拒绝了 中国是考虑到 为了给国民党面子 不想让马英九太难看 至于说马英九过境美国 广有过境没有外交 台湾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 马英九都到了 在美国唐人街的中华会馆 那就说明马英九 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是不是 再一个我就想问问 那个那个嘉宾 就是台湾那个 姓妍的那个嘉宾 就是你觉得那个 野里正男过境美国时候 搞小动作 搞财毒 搞两国论 那就是 出现出 他 比马英九都报名吗 好的 谢谢 有想问问他这个问题 真的不难 先生您的问题稍后 我们会有时间 请两位来宾来综合回复您的一个问题的 下一位是北京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你说 北京的黄先生 听得到我们吗 黄先生请讲 黄先生这个讯号好像不太好 希望您听到的话 再给我们重新的打回来 那么现在时间大约来到了9点25分了 我想顺着刚才麒麟李先生的这个问题 马上进入今天第二个讨论的一个重点 就是马英九这次出访中南美 正值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之际 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6月初才刚刚到拉丁美洲访问 那么就有很多人认为了 这次马英九出访中南美洲 其实是北京给他的一个外交放风 台湾的一些媒体更形容 马英九的外交成绩单 根本是靠北京政府帮他作弊才交得出来的 那么究竟拉丁美洲是不是两岸外交修兵的一个指标 北京对两岸外交修兵的诚意又够不够呢 我想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一点 就是这是马英九这种出访 其实最重要的是检验 这个喉咙外交的成果 过境当时其中一个插曲而已 出访中南美更重要 对 这是最重要的 他实际上去了解 实际上去接触 了解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活路外交 在中南美洲我们的邦交国里面 就已经执行到什么程度 因为你的执行的好坏 可以反映在对方的这个总统 总理还有这个官员的这个脸上 他的行为举止上 那么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 比如过去这个 他去访问的时候 尼拉瓜总统一度摆他的这个乌龙 但会当尼拉瓜总统这个 奥特卡 他马上就补证了 那么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总统出访他的作用其实也是检验 实际上去检验 因为平常他听到都是大家的报告 不管他是谁 哪一个层次报告 都不是他亲身接触的 我刚刚提到也回答那个吉林特先生 我其实就是说两岸关系活路外交 是互惠互利的 绝对不是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让利 因为今天中国大陆他要在这个拉丁美洲 他如果继续采取这个所谓的过去的金钱外交 或者是支票外交的话 其实他也受不了 因为在各自大陆花了几个亿的钱 他有几个亿可以花 我想也不是 更何况这样子的作为的结果 是伤害到两岸关系的感情 伤害到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来讲 我觉得活路外交是 马总统他主动提出来的 是对大家有利的事情 这个钱将来花在这个刀口上面 就是大家的援助不是撒下去 而是真正的看到这个援助 有利于这些邦交国的人民的 这是最重要的 林环 郑江之后 我知道您是这个拉美方面的专家 这一次出访中南美五国 其中有一个认为是观察重点的巴拉圭 我想请教您的意见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马总统他的坐机要飞到 这个南美大陆的巴拉圭 也是台湾唯一一个在南美的邦交国 他的坐机必须经过 北京的铁杆哥们的一些领空 如果没有北京的默许的话 根本就飞不过去 您认为是不是北京 偷偷地在帮马英九呢 不是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一个 回到中国大陆对两岸关系的重视 是非常重要 这是在他的议程上最重要的一块 就是因为这个最重要的 所以他其他都要摆在比较低的 这个优先的考虑之下 所以说他不必为了马英九中 去访问巴拉圭 他刻意地阻拦 那这个是伤害了两岸之间人民的感情 伤害两岸之间 在过去签署的十个九个协议 至少代表说 台湾方面或马总统真的有意 透过改善关系 能够有造福于两岸的人民 而不至于天天兵容 好像是马上要战争的这种之下 制造两岸这个紧张局势 周边国家也很担心 美国更担心 所以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说 这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 好的 谢谢邓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起教 严谦发言教授 刚才有一位听众的问题是起教您的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应一下 另外就是谈到这次马总统出访中南美的友邦 其中一个争议就是所谓的凯子外交 因为他在海地的时候 据说是捐了4.7亿的台币 给海地重建他们这个最高法院的新办公大楼 还主持了这个动土典礼 那么之前马总统曾经很多次说过 他上任之后两岸外交修兵 台湾就不用再花冤用钱了呀 但是这笔钱花出去还是受到了很多的争议 您怎么看被称为了这个台湾的凯子外交呢 是 所以这个地方就很有趣 当时民党执政的时候花钱 被他们骂成是凯子外交 那现在自己花了4.7亿 就不是凯子外交 我觉得是这样 从台湾的国家利益来看 我们是有必要哪一笔钱捐出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赚外汇赚蛮多的 我们算是一个外汇胜于国 所以你对国际有要一定的这种援助 这为什么我刚讲 就是说马总统有这么好的机会去纽约 去过境 其实你可以把台湾应该对国际社会 有一些责任这些都可以 事前先把它铺排出来 你到了海地你捐这个钱 说真的大家没话说 大家知道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 你要把台湾的成功的故事 台湾不是在别人的这样的 这个好像的呵护或者恩赐的这个鼻息下在生存的 台湾有这么好的东西 台湾有这种能力要给付一点国际义务 你都应该可以借这个把它铺排出来 台湾那么善良 然后你到那边你捐这一笔钱的时候 说真的 我看国内不会有那么多的反弹 而且你都没有铺牌你都没有把台湾的品牌丢出去 坦白讲这个东西这个今天出去一趟都花上千万的这个旅费 包括这些记者所用的 还有包括这个在捐款都好几 4.7亿是海地嘛 还有其他我们看不到的 那这么大一笔钱好我问 假如是你总统总统自己家口袋拿出来你愿不愿意 花这么钱然后做这么小的事情 这就是我刚才一直在从成本的角度一直在批评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叫凯子外交 而是说当你怎么花钱会决定人家怎么看你 是不是凯子 好我再回答这个吉林李先生的 我认为说这个不是什么小动作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中华民国 那你当然我我被允许的范围内 我只要跟美国这边能够打好交道 我在美国允许内 为什么不能谈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 这怎么叫做小动作呢 所以我觉得说他把这个小动作这个字词会给污名化了 把这个把马总统整个的这个过程污名化 那如果说照照他这样的说法 那干脆就不要出访 拿零分总比拿负分好是不是 好的谢谢眼线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 邓教授要不要很简单回应一下 刚才知道不管是凯子外交 或是我们叫的支票部外交 和台湾想要源外之间 这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两难 或是要平衡呢 过去为什么称为凯子外交 是因为两岸之间互挖墙交 所以往往这个就开了支票 真的是开了支票嘛 所以去争取这外交关系 现在因为是活路外交 这些邦交国想要跑得跟大陆建议 大家都不会接受嘛 所以换言之今天 这些国家要我们援助 我们就可以实际上去审核 你这个究竟是不是符合 当地民众的需求 符合着国家建设的需求 所以这一点上就是 差别点在于说 那个基础上 因为大家不再去在这方面竞争 用开支票部的方式 来争取外交关系了 那么邓教授提到了这个 两岸的互挖墙角 大家可能都还记忆犹新 那现在台湾只剩下23个邦交国了 事实上中美洲也是台湾仅有的 一块外交舞台之一了 那现在这些小国 可能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我们也刚刚提到了 习近平上个月 六个月份才刚刚到 这个拉丁美洲去访问 那么这次我们注意到 马总统没有过境巴拿马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说 巴拿马的外交可能出现松动 那刚刚吉林李先生也提到 好像很多那边的小国也都向 北京市好 希望能够转而跟北京建交 那目前北京所采取的立场是什么 我想基本上现在这个 两岸之间是有一些默契 是有一些看不见的共识 这共识就是说 我们彼此不挖墙角 彼此间真的把这些援助 花在刀口上面 因为慢慢慢慢的 大陆人民也有一些觉醒 说你为什么花这些钱 去买这些邦交国 虽然他们声音很小 但是慢慢这些声音也就出现了 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检讨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 我无论说我觉得是 两岸之间有这种共识 大家真的是能够把这个 放在当地人民身上 刚刚提到的这个 在中美洲确实是 中美洲不只是这个 他们的这个经贸关系 比我们高了很多 中美洲有很多大陆的移民 这也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事实 可是这不代表了说 这些国家真的是很 当他们到中国到处 是要做生意 那我们在这个对中美洲 这个活路外交上面 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出 新的策略新的方向 让这些国家说 我也可以到大陆去 那么但是我也可以得到 中美洲在台湾的一个协助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好的 非常谢谢邓教授 那么继续想把时间 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就这个 两岸之间的外交修兵 和这次马总统出访 中南美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那么我想继续研究 东宁的话题来请教 邓中健教授 就是如果说赵马总统 这样的一个活路外交的形式的话 那么两岸这个未来的外交 究竟是要怎么样的发展 当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变数 是2016年的这个大选 我们先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就在这两年当中 就是台湾就是维持着 目前这样的23个邦交国的 这个数量 然后我们大家维持一个 至少是表面上的和谐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至少在这两年当中 两岸的这个外交 还是延续着这样的风格 您觉得就是一个 比较稳当的做法跟措施吗 我想这个从这大的格局上来讲 今天坦白讲 这个习近平说 要建立新型的这个大国关系 当他们不愿意承认 但我想事实上 这个就是建立所谓的 中美共管 国际上很多重要的议题 包括在台湾海峡问题 我想慢慢就是形成了 这个我们不要去回避 不要去否认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在这个 红绿外交之下 能够守住这些外交关系 这是我们的这个幸福 至少目前来看是幸福 因为 但是呢 我们也要巩固 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样子了 我就可以这个安逸了 我们继续要继续巩固 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重要 今天我们在这个 中美洲也好 还有南美洲 唯一的就是巴拉圭 其实我从来讲 美国也很高兴 因为我们的援助 稳定了这些国家 它不必 它事实上 它的这个经济也差了 它可以借助我们力量 能够稳定 安抚这些国家 帮它守住 这个美国的后院 对 因为美国 它也很高兴 所以这跟美国 也不会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今天的做法 好像美国也是强烈的支持的 至少私下 是好的 谢谢邓中坚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也想请教 严建发教授一样的问题 就是您觉得 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从现在到 从马总统执政到现在 我们一直都是维持着 这样的一个外交态势 那北京也没有太强烈的 这种反应的话 就是我们至少 这样子 一个外交的成绩 您觉得您的评估呢 我比较没有像邓教授那么样乐观 我觉得想法是说 以目前这样的态势 当然我是反对说 无厘头的冲撞外交 我觉得无厘头冲撞外交 也会让国际社会觉得 台湾不成熟 可是以目前这个做法 说真的低调到 几乎快致死的状态下 我不认为这是火炉外交 这是一种安乐死外交 你看现在目前 你认为中国没有在挖墙角吗 他对台湾的外交是封锁的滴水不漏 我一个礼拜前 才跟一个比利时级的华人吃饭 他说他所了解 他从欧盟那边高层问到的想法是说 台湾要跟欧盟这些国家 要发展这种经贸关系 北京那边就已经在划红线 不让台湾去碰 而且跟欧盟那边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到表面上是 目前是无声无息 最担心的是说 可能是类似人家说 温水煮青蛙 那你一个国家元首 固然也许你知道这东西 可是你不能不让我们人民有一种警觉性 如果你公开这么多 你把这些讯息都掩盖住了 到时候大家都一片的死机 一片的这样一个 在这种安乐的状况下 这才会是台湾的一个危机 就国际县市来讲 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对台湾好是善意的 最终是你要接受它的一个条件 你要成为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 这是他今天无所不用其极 最终要这个东西 那我认为说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政治学 最简单的外交 我们能够不去正视吗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在歌颂这个活路外交 我认为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 这是台湾最值得引诱 让你很到忧心的这个地方 是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那么继续还是把现场交给兜您 好的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台湾高雄的杨先生您好 高雄的杨先生您好 我建议 那个立法院要规定总统出访 不能随便捡钱 像以前陈水扁 执政八年 他为了讨好一些小国家 每次出国前前后后贷款 什么搞机场水库高速公路河电 我看到报纸 那个杂志说前前后后差不多300亿了 那现在这个很多国家都和我们断 甚至断交了 现在不了了之也讨不回来 我请问这个烂摊子怎么办 所以立法院应该规定 不管什么蓝利的总统出国 都不能乱开支票 好的 当时我们经济很坏 几百亿逃不回来 谢谢高雄的杨先生的来电 那一位是上海的邓先生 上海的邓先生您好 2019年这个 我在这个派出所补办 周围的时候 发现我的分数被我长度改造用了 到现在为止 这个派出所还没有给我一个说法 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 这个最高领导属的尊重 并且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工作 深圳号是310-229-1916 好的 谢谢邓先生 反映的 谢谢您反映的一个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请您发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做后续的处理 下一位是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 请说 姚先生 赵立向大家问候 我是说 这个有人花钱 他这个花钱是一种艺术 见面是三分勤 中国人在讲见面的三分勤 这一次去巴拉圭 他主要巴拉圭是看中中华文化的精髓 在台湾的花仰光大 所以他舍不得要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 去拉攏关系 那海地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所以我们等于是正在 那个马云九先生 他飞了四万两千公里 等于是绕了地球一周 然后一秒钟的光线是绕地球 好的 谢谢台中的姚先生 不是今天有限让你讲到这 不过你的意思我们明白了 下一位是内蒙的刘先生 内蒙刘先生您好 好的 谢谢内蒙的刘先生 好像蛮多听众观众 都还关注这个所谓台湾 对方交果的一个援助 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教授 来回应一下刚才海峡 两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个评论 对 我想大家对这个援助 一听到援助好像是送钱 其实不然的 我们援助分成 主要分成其实是三大部分 不过简单是两大部分 一个是正女 那真的是正女 另外一部分是贷款 所以事实上我们对 中南美洲国家的 所谓的援助里面 包含很大一部分是 所谓的贷款的部分 当然我们过去也深受其害了 因为这个贷款很可能也收不回来 这原因很多 但现在在这个所谓的红鹿外交之下 事实上这个贷款 收回来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这个是 急定不收回来 其实真的是说 加回于当地的本意 所以我们在对援助的上面 我们基本上应该了解 就是说 它其实包含很大一部分 是这个贷款的部分 但不管可能也用于 我们本国的购买 我们本国的设备 或者说我们本国的建筑公司 在那边建筑 所以这些都是 这次被批评比较多的是 对海地最高法院的新办公大陆 我看到那个画面上有很多 是台湾的工程的OECC 其实是台湾在海外的工程公司 可能到最后还是可以有一些回收 所以台湾的民众 可能心理上也稍微好过一点 对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基本的 各国都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独特 好的 谢谢邓教授 也请教在台北的延建发言教授 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 有关于这个援助外交之外 刚刚提到的这个巴拉圭 当然讲到中华文化 我就想要知道说 其实拉丁美洲是一个文化 很有爆发力的一个地区 那台湾如果在文化或软实力方面 在这边争取盟邦 然后会不会也可能可以跟北京之间 做一个两岸共同参与 或是共同开发的一个契机跟契端呢 您的看法 我想要去谈这个文化 那一定要把台湾的这些特色 台湾的主体性文化表达出来 因为把台湾文化等同以后 化约为这个中国文化 我觉得就是不能不类 因为实际上台湾有过去四百年的 这样一个独自的发展 虽然我们很多多数是汉人 很多汉文化 但是这过程还有很多 包括西班牙 这个荷兰 还有日本 还有我们自己原住民 还有我们自己的民主化的发展 所以其实谈东西是非常多的 那这个时候应该把台湾的主体性 给透显出来 这样你才能跟北京做一个对照 我想尤其包括像民主人权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我不晓得马总统怎么去表述了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应该是把台湾的这些东西给表达出来 我想还会不虚此行 好的谢谢教授 最后张教授 我们很快的来回应一下 两岸如何找到一个共同点 可以在拉美将来不要在乌挖墙角 反正有一个可以共同合作的一个利益 如果有的话 您认为可能是在哪些方面 我想就回到过去 这个前傅先生曾经在谈到的 就是说这个两岸关系 优于这个外交关系 今天确实我们看到 这目前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两岸关系得到舒缓之后 我们在外交阵线上面 我们也可以逐渐地得到的这个解放 而且很重要就是说 慢慢我们走到国际社会去 因为台湾特色 刚刚也建法就提到台湾的特色 今天如果台湾没办法走到国际社会的话 这个特色就只能摆在家里面 自己欣赏了 但如果有机会 不管用什么名称 到了国际社会上 大家慢慢看到台湾的这个发展的特色 肯定 而且作为引导 甚至于我刚刚同意 刚刚建法兄提到了 中华文化在台湾 我们也可以引导大陆做改变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去做这些事情 而不是在孤手在我们台湾医域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格局太小了 好的 非常谢谢邓教授 那么时间也来到了 9点45分了 我们马上就进入今晚围绕着 马总统出访的第三个讨论的重点 马英九这回出访中南美过进美国 事实上出访的时机 被很多人质疑和批评 因为最近台湾正值多事之秋 内部事务纷扰不断 从两岸服貌协议 和四的争议 到红仲秋案 可以说是明月沸腾 25万白山君才刚刚在总统府 前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今天8月18号星期天 抗议苗栗大谱强制拆迁的民众 又发起了万人上凯道 拆政府的活动 今晚还打算要 夜宿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加上台湾的监察院也不安宁 在马总统出访期间爆发争议 原本马政府以为可以靠着 出口转内销 透过风光的出访 来拉抬 他在台湾低迷的声望 但现在的情势 却被外界形容是 元首出访 后院失火 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 华盛顿现场的邓中间邓教授 您认为这次马总统 他出访的时机究竟恰不恰当 我想总统决定出访 他绝对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前的事情 因为要揭插在邦交国 至少是在半年以前的事情 所以他当然也不会 不会当时也没有发生这些问题 所以我想总统出访 他的目净很单纯 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去检视 活动外交 怎么样强化我们跟这些国家的邦交 邦移 这个是总统要考虑的 事实上刚刚建法省也提到了 好像马总统因为这个 好像不是这个林牙利齿 所以事实上他也没有利用 这个所谓内销转外 外销转内销 也没有这样的应用 因此我觉得说 马总统其实他是一个法律人 所以他是谨守他的一个方位 他该做的事情他去做 那么至于后院失火 这个因素很多 比如说大谱的事情 他涉及的不只是国民党的事情 也涉及到民进党执政县市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应该大家共同来思考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好的 谢谢邓教授 也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法严教授 现在元首出访了 后院失火 你认为马总统要回来台湾之后 要如何来灭火呢 邓教授 我看他的内政处理会更麻烦更糟糕 因为当时是有一些媒体也建议说 他是不是干脆就不要出国 在国内好好处理 那当然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说 你就取消一个行程 就像刚刚邓教授所讲 可是你毕竟知道 你的选票包括下一任 2016年的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的票 也掌握在你目前的政纪的手里 所以你出去外面有外销转内销 那显然就是你根本不在乎这个政权 会有这样给人家这样的印象 所以我才觉得非常可惜 就是说你外交并没有提升高度 更何况你的外交也没有产生到回到内销 让人民知道说 为什么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出去 你们可不可以等我回来以后 我们再好好处理 或者说如果在台湾的代理人 包括像行政院长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有这样的诉求 让人民不会觉得 在凯道这边人民不会觉得说 你好像就不见了 就蒸发掉了 我想这个东西 这个凯道这上面 这抗议人一定会更愤怒 觉得你根本不在意 这个才是一个最糟糕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很 我也感觉非常纳闷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幕僚给他更多的建议 那我敢这样很独断的这样猜测 我相信凯道这些人对他的这个 不谅解的程度应该会加深 不会减少 好的 谢谢严家巴教授 事实上我们还不晓得今天礼拜天 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会有多少的民众出来抗议 不过刚才画面上我们看到了 前几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或公民运动真的都引出很多人 那我想请教邓教授是您觉得 这究竟是马政府他施政太糟糕 还是现在台湾出现了一种民体 民众集体遭遇的一种情况 我想是这样子 因为台湾这个资讯非常发达 台湾的福源很小 大家聚集地方也都在西部 所以透过这些我们所谓社群媒体 社交媒体动员人是很容易的 当然这个诉求上来讲 是确实有他的这个正义存在的 那我想更重要是这些公民的运动 是超越党派的 他们是排斥党派参与的 这是值得不管是值得人还好 在一党都必须警惕 就是说对某些事情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怎么预先的这个预防 那这个是已经超越了过去 我们传统上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 一个模式 一个方式 那这是大家彼此要共同来深思的议题 而我觉得不见得就是 当马中文音乐他是总统 他当然要负最大的一个责任 但是这点上来讲 他是需要去做的 好的 谢谢邓教授 邓教授提到这个 用网络社交媒体来号召群众 走上街头 我印象中应该没有错的话 这是始至于最前一阵子 这个阿博之春 图尼斯的一些颜色革命 还有最近也闹得很凶的埃及 刚才台北的闫建发言 就表示说大家对这个公权力或 对政党也许包括在野党 可能已经出现不信任或不耐烦 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执政党也好 在野党都好好处理 否则将来人民跟这个政府 或者跟政党之间关系就会疏离 疏离如果再处理不好 那很多后面的你就无法收拾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社会经济状况 跟埃及不一样 可是当我们这种对待方式 让两个部门这样的决裂越来越大的时候 很难保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当然那个是不好的一个状况 希望不要发生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政治人物 不管执政党或在野党 都应该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严教授 我再接几通电话再把时间交给博弈 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 请讲 新北市的黄先生 您听得到我们吗 好的 希望新北市的黄先生 不是去凯道上面抗议马总统了 谢谢黄先生 下一位是吉林的张先生 听得到我们吗 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好的 我们今天好像最后线路有一点不在 台中的姚先生 如果你对我们这个第三个讨论的重点 还有一些你想发表的意见的话 姚先生请抓紧时间 全球网络的时代 视讯会议是经常可以办的 不管是在北极或南极 你只要视讯都可以 但是中国人讲见面三分情 他可以在巴拉圭那边用视讯会议 然后转播我们台北的这个情况 这也可能啊 谢谢 这个姚先生的建议还蛮有意思的吧 今天这个在马总统 那总统府前面的一些视讯会议状况 可以让他在出访的时候也了解 我们知道他稍后还要19号过进洛杉矶 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好的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就我们最后讨论这个重点 不管是台湾的公民运动也好 或是反马总统的一些运动也好 最后的问题请教我们两位来宾 好的 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发教授 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红重策案发生的时候 这个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他有提过说 请马总统不要出访 好好的这个来处理国内的事务 但马总统还是出去了 那么现在之前这个蔡前主席也说 要召开国事会议 但是呢 希望能够这个挺健和思 但是马总统说预设前提 也不愿意啊 就也是拒绝了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您觉得还是处在 这个蓝绿互不信任 或者说蓝绿互相内斗的 台湾的内政这样一个状况 是 我记得今天 好像中时的样子 有文章写到这样 这个社论吧 他提到说 其实国事会议是 马总统有一个解套的好办法 也就是说你现在 有这么多点都出了问题 也许你移转另外一个方式 那国事会议或许可以重新来过 但可惜他也没有接受 所以我想可能 我不知道因为马总统 做事情好像也都有他自己的议程 自己的节奏 他也不一定听别人的 可是过去这样一路下来 你可以发现说 很多事情都处理的 不是那么贴近民意 那在整个技巧上也不够灵活 所以我认为很可能 也需要有一个大的突破吧 但这东西我们无法为他代言 是 好的 谢谢 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请在邓中间教授 有人说这个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那么当然您刚刚也提到 这个外交是一个长期的规划 但是现在这个内政不进的话 其实您觉得 是不是马总统可以 稍微的修正他的这个外交的 或者路程 或者是说 把国内的情势安顿好了 也许他这一次出访的这个成绩呢 会更多的在台湾内部受到矚目 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回到一个老的议题上 这个议题就是说 究竟外交的专业是要 究竟要怎么处理 是尊重外交的专业也好呢 还是去按照民意调查来做事情 今天如果按照民意调查来做事情 那当然马总统最好就不要出访 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 从一个外交专业来讲 马总统当然要出访 因为这个外交就是这个长期的事情 可是今天台湾 我很担心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叫素食文 Fest food culture 也就是说比如说 广大新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马上就希望说 你有立竿见义的效果 可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情 那到现在 广大新号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教育民众 了解说这是一个外交的专业 我们还是要尊重专业 那么人民的声音 我觉得要报答 政府要听 可是彼此间都要互相的尊重 否则如果外交走向了民粹式的 走向了是以民调来决定的话 那我想这些世界国都不是这样做的 那台湾如果这样做的话 均匀是好是坏 就是大家来观察 好的 那么我们节目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是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的时间 我们今天做这个结论 先请在华府的邓中健教授 30秒钟的时间 我想今天这个外交工作是非常艰难的 那么我们业民的挑战事实上也很大 就像我刚刚提到了一样 我们民众必须要了解 今天台湾在客观环境上所受到的压力 所需的处境 如果不了解 他没有办法在外交上支持政府的话 其实不只是政府的损失 也是全民的损失 这一点我想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了解 谢谢 好的谢谢邓中健教授 回到台北 严介发教授也是30秒钟 是 我同意 我觉得台湾的外交处境是很艰难 从国家的利益来看 是应该超越蓝绿的 也就在外交之上 但是就是说 领导人的这种表演风格 表现风格也很重要 也就是说你如何把台湾的讯息 台湾的意向 适时的转达出去 这也是必要的 否则 人民纳那么多的这个税金 给你这样做 可是你没有把它好好 也是非常可惜 我觉得这也应该检讨一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 而且精彩的讨论 那么同时也感谢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有些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打电话 如果没有打进来的话 那希望您往后几周 仍然是继续的密切关注 我们的海峡论坛的节目 那么更要感谢 透过中广新闻网 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也借用最后的时间 补充一下 目前根据我们看到 台湾媒体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府前 抗议的人数是来到了 一万两千多人 而马总统他的出访行程 也还没完全的结束 稍后还会过进洛杉矶 我们这不管是台湾国内 还是他出访的行程 我们都会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请您锁定VOA卫视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 在华盛顿的政治大学 外邀系教授邓中坚教授 谢谢 还有在台北的 严建发严教授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什么的个人观点 我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你也可以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 马总统出访的最新报道 或是收看海财论坛 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后 好的众所瞩目的薄熙来岸 将于下周四在济南开审 VOA卫视下个星期 将有一系列的特别报道 请您持续锁定 北京时间每周一到都日晚间 8点到10点的VOA卫视 好的节目最后呢 我们带您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去看一看 当出身四十多天的 猫熊宝宝 远仔他可爱的模样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 和台湾中网新闻网 所有的工作同仁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再会了 就是这部下周日的国家 有些人 雅大人 我们下周日的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